混乱中找秩序 第十三天 本末倒置 昨天我们提及过 要有能力面对逆境 以及满全作为天主子女的责任 我们必须持有正确的观念和正面的心态 一切的核心就是 我们需要全心信任及仰赖天主 另外 我们也提及魔鬼本身并不可怕 但我们要提防的是他的阴谋 究竟魔鬼在我们讨论的许多事 这个话题上有什么诡计呢? 在这毕竟的第五天 我们谈及过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而忙 也不知道时间是怎样溜走的 魔鬼的阴谋 就是希望我们糊里糊涂地 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 虚度生命 不但不能领会到自己作为天主子女的身份 更不能履行作为天主子女的责任 以及天主交付给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使命 如此这般 我们就错过了人生于世的主要目的 即是行成圣的路 以及透过传播福音和分尸天主的爱 协同和带领更多人认识天主 并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 要达成这些人生目标 是不能没有计划的 魔鬼的阴谋 就是要阻止以及打乱 我们好好的计划自己的生活 在很多将要面对死亡的人的分享中 印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 并非我们的工作及成就 而是与其他人的关系 但由于很多人都放过多的时间与工作上 以至忽略了与他人的关系 使这些关系变得脆弱 所以 魔鬼首要的目标 就是离间以及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它当然是由我们最亲密的关系开始 因为 这对我们的影响及伤害会最大 首当其冲的 就是与天主的关系 以及婚姻和家庭的关系 这就解释了 为何现今社会 那么多人离弃宗教信仰 及对婚姻关系的理解 及定义 出现严重偏差和混淆的现象 我们要知道 魔鬼除了是谎言之父之外 他也是指控和分裂的能手 当我们与身边最亲密的人的关系 出现问题及动摇时 魔鬼就会容易介入 挑唆 挑唆及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 进行一系列分裂工作 透过互相指控及对骂 以及撩动 我们与至亲未曾解决的情感创伤和包袱 魔鬼就可以大展拳脚 以达到它分裂人与人的关系的目的 就是这样 它在我们生命中许多事上 在添麻烦 促使我们分心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令我们再不能专注在人生的最终目标之上 我们可以肯定 魔鬼在这些搞破坏的事上 不会松懈及留守 使我们因此而应接不暇 疲于奔命 直至拖垮我们 及我们最重要的关系为止 严重的可能令我们陷入情绪忧郁 甚至陷入种种情绪病当中 不能自拔 工作上最难的问题 都总有解决的方法 唯独是当关系出现严重破裂时 要解决及修复 就需要花上成倍的精力和心血 亦需要很长时间 才可能有机会挽救 而且要去治愈当中的创伤 亦需要漫长的时间及耐性 在这个没有耐性的世代 一般人会选择速战速决 造成无数离婚及家庭破裂 令天赋极为痛心 这就是魔鬼精密工程的一部分 令我们优刺颠倒 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若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 去建立及维持 我们与身边至亲的关系 我们就不用在关系出现问题时 花上无数的心血及精力去挽救 分散了我们 本来可以专注于生命中 其他重要知识的经历 中了魔鬼的圈套 你是以什么心态及用什么方法 去面对和处理 你与至亲之间关系上的问题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篇反省如何帮助你分配时间 去平衡工作以及人际关系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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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一般的慈悲心 去关注你赐给我生命中的重要关系 特别是我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请赐我智慧与耐心 去处理我现在近人关系上的种种问题 不轻易放弃 并学习你缓于发怒的精神 以上祇有关系的事实际上的那些人 以上祝我们的父亲在一起的心中的父亲 以上祈祷是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们 愿光荣归于父 即子即圣神 祈祷如和 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